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Iris的频道 今天Iris带大家来看的不是一套正在卖的房子 是我朋友的房子 它在招租 它是workout basement 现在在招短租跟长租 所以它是从旁边这个小石子路走下去 它这个石板路做了新做的 也是挺好的 做的质量特别好 中间是一个水泥的板 然后有木头的边给它镶嵌住 它这个门是这样的 稍微给点力 它就可以松开跟装上了 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从这个石板街走几个台阶下去 然后就可以去到它那个workout basement 所以它是单独的一个出入口 跟上面的那个房东是完全分开的 所以不用担心 然后它院子里面送了很多的花草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个deck也是新做的 全新的一个deck 我最喜欢的是它这个院子 就是后面是一片非常大的草坪 然后它还有这个树做挡影丝 然后我朋友还放了一个这个可以躺在这边的床 放在这边啊 就如果是有小朋友的话可以躺在这边 看看树啊玩一玩什么的 这个院子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你从它房间卧室的窗户也可以看到这边一片绿色 是非常漂亮今天天气还蛮好的 然后它在外面的话也放了一个烧烤的炉子 如果你是想要BBQ体验一下 加拿大的那个BBQ 人家开玩笑说除了下雪天跟下雨天 要不然不管是零下50度还是零下30度 加拿大人都是可以在阳台上BBQ的 它这个炉子你也可以是用 它还蛮好的有一个测温度的 可以保证你的那个肉啊数到多少度 里面是放了一些东西啊 这边还有个风箱可以在这边 然后从这边呢 还给你放了两个小椅子跟一个桌子 你平时在这边早上喝喝咖啡也是比较惬意的啊 然后从这边可以进去 它会给你一个密码 你到时候check in的时候就直接 按这个密码就可以进来了 它这个门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门它是这样从里面可以这样锁起来 电视机在放的 不是我在讲话 是它有Netflix的那个账号 所以它你入住过后可以看很多的英文大片 从这边门进来之后呢 是首先过来是一个床 然后这是一个双人床 Queen Size的双人床 坐在床上就可以享受你的漂亮的view 看着外面 然后我们刚刚在外面的时候 还能听到一些沙沙的树叶的声音啊 还有汽车的声音 但进来之后你真的只能听得到电视机的声音 因为它这个所有的窗户都是double glass啊 看这个是double glass的 然后这个窗户是triple glass 三层玻璃的 所以非常的隔音啊 然后冬天也不会太冷 它的地板是石木的地板 非常的干净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living space 可以坐在这边看电视 看 这个电视尺寸还可以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火炉啊 它是那种烧gast的火炉 所以你到冬天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冷 很cosy啊 在这边喝杯茶 烤烤火什么的 都很舒服 然后这两个沙发坐在这边 能坐下一家四五口都可以坐啊 然后 这边有个书桌 可以在这边 呃 办办公 如果你是出差过来了 短途出差 可以坐在这边办公 还有一个尺寸不小的窗户 它这个套件的话有很多窗户啊 一个窗户 两个 还有一个 这个门也是窗户 所以采光特别好 然后它厨房呢 还有个尺寸非常大的窗户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个水坝 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就是 还做了一些造型 真的非常的高级啊 非常有感觉 如果你晚上喜欢喝酒的话 买一瓶红酒 跟你老婆在这边 那个度假的时候 喝杯酒晚上 是非常 惬意的啊 可以做一些检餐啊 然后我朋友买了一个那种 可以 鸡热型的 加热的 可以做一些 没有有什么油烟的 面条啊 或者炒个 简单的小菜 不要有太多油烟就可以了 然后 这边有好几个冰箱啊 一个冰箱 两个冰箱 两个冰箱 所以你买东西的话 也不用担心 是说 没地方放 然后 还有微波炉 可以 做一些检餐 加热一些 就是 微波炉定一下 就能吃的那种 餐 还有咖啡机 面包机 什么都有 这边 是这个样子 它厨房尺寸 真的够大 跟一个full size 厨房尺寸 都是有点 类似了 然后 从这边出来 它这边还有个storage 如果你有些什么心理箱 也可以往这个storage 里面一放 这边可以有一个storage 然后 看一下它的厕所吧 厕所也是非常 干净整洁的 它的厕所是一个淋浴的花洒 可以 冲和澡 然后这边有一个洗手盆 在这边 它地板是那种地砖的 这边是地板 所以它整个面积非常的大 目测应该有400到500尺的居住面积 真的很大 都不知道 五六百尺 有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它 它有个单独的洗衣房 它是跟房东是分开的 所以你要简单的洗个衣服 这里面有一个洗衣房 打开看一下 这边是上面是烘干 下面是洗衣 洗完之后 往上面一烘干 是完全分开的 然后 它这边呢 他们家都没测冬气 它就给它安装了一个 那个冬气的 mitigation 就是为了让大家呼吸的空气 非常的放心啊 它就装了一个mitigation 这个也是好几千刀装的 所以它真的是 把大家的健康放在心上了 然后这是饥饿型的 加热水器 不用担心 家里面人多洗澡的问题啊 然后还有一个软化水的 这个软水系统 就是因为卡尔加里的水 比较的硬啊 有个软化水的那个系统之后 你的头发啊 皮肤都不会那么的干 会很 头发会很柔顺 好了 然后他们家是两个separate furnace 它地压室有一个单桌 furnace 所以很暖和啊 住下来会非常的舒服 它现在是招短租跟长租都可以啊 如果你是短租的话 租一个礼拜一两天 它都是接收的 然后长租的话 你也可以租下来 然后对这套房子感兴趣的 可以扫我们右上角的码 联系我们 或者是我把我朋友的微信 直接推给你也行 哎呀 再来看一下它这个view 我真的太喜欢 这个view太好了 这边很宽啊 这大概很宽 如果你喜欢做瑜伽 可以在这边放个瑜伽mat 做一下冥想啊 还有瑜伽都非常惬意啊 远处都一大片绿色 真是 它这个房子真的买得好直啊 这边view都很直 好 我们下期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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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